在历经三年多的宫崎 新医区公所的新大楼 终于在今年的二月完工了 新大楼特别在21号 举行了洛城的启用典礼 而整个场面相当的热闹 新医区公所新大楼 21号上午11点 举行洛城启用典礼 市长 议长和各级名代等 多位来宾 首先共同进行剪彩仪式 接着再举行 竣工牌的街拍典礼 而新医区各里里长 也联合送了一块匾额 祝贺区公所新大楼落成 最后为了庆祝搬新家 大家还一起搓汤圆 整场活动相当热闹 本区公所我们从 我们99年开始来新建 总共花了大概三年两个月时间 我们花了两亿多的经贿 我们建地下一楼 地上五楼 我们作为我们整个 新医区的一个办公行政的大楼 我想今天落成 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都一起来参加 表示我们各界对我们市政府的行政大楼 都非常的关心 我想往后我们新医区的整个行政效力 一定会因为行政大楼的落成 一定会提高卫民副工作更好 今天要恭喜我们新医区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有一座非常新颖的新医区行政大楼 加会我们所有新医区的市民朋友 以后来到区公所来洽工 或者探寻各项业务 有个非常舒适的办公环境 也期许我们新医区公所所有的工作同仁 公寓三骑士必先立骑气 有这么好的舒适办公环境 我们更应该对我们市民朋友提供更舒适 更亲民更便民的服务 才会让我们议会支持这样庞大的预算 所得到的功效能够大大的发挥 新医区公所行大楼赤资2亿8千万元 历经三年多的时间施工 在今年二月完工 整栋建筑共有六层 提供民众一个活动 交易 阅览和洽工服务等等的优质空间 记者正均云 采访报道